长势仍然在继续当中 没有出现空头背离 所以形势很好 但或许太完美了 布鲁诺欢迎再次来到演播室 早上好 杰西卡 那么从两周前的讨论结果来看 我们可以期待股票的牛市会持续多久呢 好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的表现非常的好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价格高于旧钢 与三月份的高点相比 而且趋势实际上没有减弱的迹象 对标普五百指数的相对强弱指标正在上涨 对整个新兴市场 包括中国的相对强弱指标也在上升 位于上升势头 风险指数的表现良好 印度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特朗普造成的下跌 使得价格有所回落 但是之后出现了理想的反弹 相对强弱指标也在反弹 所以听起来很棒 巴西不仅仅只是受到了特朗普的影响 还受到了本国政治的影响 弹劾程序的启动可能会让价格从顶部区域来到底部区域 而在今年年初也就是12月份的时候 反弹一度十分的柔和 在美国股票领域科技领域的表现很好 对吗 是的的确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你看到了由于特朗普带来的下滑 但是在六天之后立即高于就高 波浪在上涨 相对强弱指标同样高于就高 上涨到这个位置之后 涨势仍然还在继续 没有出现空头背离 所以说形势很好 但是或许太完美了 布鲁诺 你有哪些担忧的地方吗 好的 我们在科技领域同样看到了 达到了高于就高 在同一天 也就是昨天我们看到了小盘股和中盘股 小盘股在这个位置 中盘股在这个位置 它们的走势是一致的 而实际上 在科技领域中 只有少数几只大盘股 在支撑市场的上涨 我们称之为呼吸急促 通常这是遇到麻烦的迹象 美国市场的回转不利于牛市吗 在美国市场 我们通常都会看到 非必需品与必需品之间的比例 所以来看一下这条黑色的线 在4月份出现了上升 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但是在回落之后 并没有再一次的上涨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 这条线一直保持着收窄状态 再来看一下绿线 绿线代表的是美国国债 10年期收益率 它出现了下跌 似乎将会出现一些风险规避 人们将会从股票中走出 涌向债券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标普500指数期货 你认为风险在哪里呢 好的 在我们讨论标普之前 有两个值得我们担心的地方 分别是两个领域 存在拖后腿的现象 首先是金融 就像你看到的 这里存在一条很长的下降趋势线 无法取得突破 在5月份进行了尝试 5月底和6月初的尝试 均遭受到了失败 另一个表现不佳的领域 就是能源领域 能源仍然处在下行趋势当中 现在甚至达到了低于旧地 所以这两个因素 可能会拖累标普500指数期货 这就是我们仍然认为 标普500指数期货 有风险的原因 上一次 在由于特朗普先生 引起的暴跌之前 价格一度上涨至24、25 之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样 这块云状区域 可以作为支撑 或者是风险性区域 我们只是触及了该区域 之后有所反弹 达到了高于旧高 所以同样的原理 可能会出现小幅下降 价格来到2380附近 如果来看一下周线图的话 基本上 没有太多令人担忧的迹象 你看到支撑趋势线是完整的 势头仍然在上涨 没有什么太大的分离 也许只是当价格下降至2400以下 才会开始下跌 在这个位置 然后突破趋势线 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背离 之后让价格来到2330 但是目前并没有达到 那么欧洲市场同样也很顺利吗 你可以看到 欧洲部门是真正的领先者 相对强弱指标一直处在上升过程中 但是从两个星期前到现在 相对于顶点来说 在这两到三个星期里 相对强弱指标已经有所下降 我们看到价格已经来到了 这个主要的下降趋势线以下 势头也在下滑 所以我们可能会经历回调 不仅仅只是来到3550 还会更低 可能会来到20周平均线 位于2400附近 最后布鲁诺 日经指数的状况如何呢 可以看到日经指数 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无法跨越 2万的心理价位 这里看到了这条橙色的线 代表的是日元 通常只有日元下跌 日经才能上涨 就像我们在10月份看到的那样 日经应该是日元 出现了小幅的反弹 所以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停滞 我一点都不意外 相对于标普500指数期货 整个市场的表现都很好 趋势已经摆出了姿态 所以未来的10天 我们应该有所担忧 好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未来两周会发生什么吧 布鲁诺 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两周后 布鲁诺将会为您带来下一期节目